我智商比较低 这个东西可以丢别人 那我说不能丢别人怎么办呢 我如果说不能丢别人怎么办 啊 我智商低啊 这个东西可以丢别人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就组一个班派 然后我小号混到其他班派里面去 天天晚上夜里面去领任务 然后就丢给大号 大号再还到我们班里面去 然后再丢再弄 一晚上把他班派资金全掏空了 对吧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我怎么不太知道啊 不需要不需要如此麻烦 那别人是怎么给我的 我把他杀了呀兄弟 两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呀 我把他杀了呀 他身上携带银票 我把他杀了之后 票就到我手上拿了 你不把他杀了 你也不会他拿到票啊 亲爱的玩家您好 欢迎这边梦幻新有电脑版 目前不在抓索经历的服务时段 为了更快帮您更新问题 转接职班客服务提案一 我是MVP 马上就通 别着急 您的电话可能会录音 请您在通话指数后 对我们的服务评分 我是MVP 公号9667 为您服务 您还会机构中心 来说为您服务 物须多言 我乃子龙 山东四驱大明湖的天原战神翻寸 然后被别人套路了一下 然后身上有个银 有一个银票好吧 又没法丢弃 又不能飞 然后去道具 NPC那边请求收回 也不能收回 我也没有班派 我子龙也不想加班派 好吧 怎么说 你说那个现在身上有银票吗 对 我身上有银票 是因为我把别人杀了 所以银票到我身上来了 可我又没有班派 我子龙也从来不会加班派 是别人陷害于我 欲加之罪 何况 无辞呢 对吧 然后我现在这个银票在我身上 我下线它依然是在的 我又不能给别人 我又不能摧毁 我又不能去弹铺弹调 我又不能去NPC那边请求收回 我想加班派 有人威胁恐吓区里的所有班主 不让我加班派 我加不了班派 我就不能归还 我子龙 竟如此弱迫 你怎么说 您笑什么呀 认真一点好不好 据我姓 据我姓赵 明子龙 长山 于是 赵文师您好 您这个问题呢 我们这边要帮您反馈 给管理员确认 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 对 就是您看我身上现在有银票 然后我也不能够正常的玩梦幻西游了 然后有一个所谓的驱坝 他发传音 让所有人都不要加我 我的班派没法交到班派里面去 然后我也不能够正常的游戏 也不能刷副本 也不能阻队什么的 我很烦恼 好吧 我再说一遍 我是长山人士 我姓赵 明子龙 嗯 在我这边呢 要先把您的问题反馈给管理员 居然就无其他 好嘞好嘞 我来把那个CC的 我来把CC的那个ID号码给你 而不对 是梦幻西游的给你啊 山东四驱 大明湖 ID号码是34 哦不对 ID号码是36341724 叫天元战神帆村啊 身上有个银票 没法处理了这 好吧 你总不能因为一个所谓的这个套路 就失去一位175的玩家吧 对吧 我这个没法叫银票啊 这 没法正常的游戏啊 这它害我吗 这对吧 陷害那个中梁 你知道吧 对对对 您搜下看看 就是这个人嘛 我就是那个天元战神帆村啊 全副官PK的那一个 然后我现在被人家陷害了 这个票在我身上 就大概是这么回事 您能听得懂吧 再重复一下 山东四驱大明湖 名字叫天元战神帆村 号码是36341724 175的帆村商 情况就是 我杀了一个废物 然后那个废物上 带了一个银 银票 这一一切的一切 都是一个局 提前设 是提前设计好的 然后我本身并没有班派 所以这个银票 不能交到班派里面去 然后尝 这个尝试了非常多种方法 也没办法这个摧毁掉 影响我的正常的 这个梦幻戏流的操作 然后来这个 他又发传音 威胁这个区里面 所有的班 所有的班主 这个道德板架啊 让他们不要架我入班派 让我不要这个交银票 对 所以说我现在很尴尬 这个子龙的话 这个进入了困境啊 对我这边已经 大概了解您的意思 好嘞好嘞好嘞 那您就快点 OK 好嘞好嘞 那您快点那个处理一下吧 好吧 我这个等你 然后我的梦幻戏流是在线的 您可以跟我聊天啊 就这样说啊 好吧 嗯 好好好 好 再这样 这个到时候 管理员就要确认处理方案之后 可以与您这个手机联系 好吧 好嘞 等你等你等你 等你 搞快点塞啊 好拜拜 嗯 唉 лов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